我在八六七年 好像是八七年 在新城全国气功科学学术会议上 记得一些参加会的一些科学家们 希望我这讲几个小时 我讲了一个中心的问题 题目叫科学救气功 要用科学的方法手段 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技术 尤其是要用科学的头脑 来拯救气功 振兴气功 那么我记得是前年 我这及时赶回来 参加已故的张真环理事长的 告别仪式追悼大会 记得我在回国第一场 小范围见面的交流探讨中间 那是在这个学会得高旺盛的赵一彬书记 当时还带职力 中央教育年轻所的 我记得提出一个说法 不仅要教育 不仅要在76 那时提出的要科学救气功 科学拯救整心气功的基础上 要第一步的开展气功科学研究 而且还要及时的 用教育方法 用教育科学 教育手段 开展 开展教育救气功 要用 要用 教育 拯救 拯救气功 拯心气功 我想这次大会以后 初步了解到大会开的非常成功 在大会主委会 在学会理事会或国际学会负责人士的 长时间的精心筹备下 在大会所有代表们 或整个学会所有部员们 以及广大气功爱好者们的 关心支持下 在党和国家 现在进一步的提倡改革开放 尤其是在前不久 所召开的 两大会议精神的支持鼓舞下 尤其是在 国家领导人 邓老提出的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力的 这么一个方针指导下 在以江泽民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的 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的指示鼓舞下 我想 我想 这个学会 有一大梯 敌退修理 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老前辈 老同志 做这个学会的顾问 做国众名称的指导工作 有一大梯 德高望重的 身体 还不错的 还可以说是年复力强的 无论是在主席台就做或没在做的 这个学会 国际理事会的 一大梯 德高望重的 有领导 经验的 有国方面 领导 艺术水平的 一些领导同志 来领导这个学会 引导这个学会 组织这个学会的 国相工作 特别是 王方部长一代 提到 这个学会的工作 要坚持 重政治 讲政治 要坚持 气候活动 在国际 党政 政府的 领导下 开展 国相活动 那么 这个学会 在学会 国方面人士的 共同努力下 尤其是 尊重 国际党政 领导的 优先领导 引导 组织 支持 关照 这个大会以后 我想 这个学会 国方面的工作 将会有一个 新的体系 王方部长 在最后 再多次告诫大家 建议大家 要将完结 相信 也是主愿 在会后 这个大会 代表们 回到国部分会 会逐渐逐渐地将原来学会内部 或者是学会 与其他学会 与其他团体 与其他方面的人士 任何不团结的现象 有可能逐渐逐渐消除 在团结问题上 出现一个飞跃 使气功协会 扮成一个真正的气功之家 最后 最后 祝大会 原来 结束 祝大会所有 同志们 身心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大家不要动啊 不要动 这个燕老师呢 还有事儿 他现在马上就坐车走了 所以我们下面还要继续终结 大家多好 现在热烈幻松 燕老师 你有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的 成功科学学会 你好 你不要讲话了 你不要讲话了 九六工作会议 历时三天 在国家人体科学小组 和中国气候科技研究会 直接关门和指导下 在全体与会同事的共同努力下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令人感到十分高兴的是 本来我们开的是一个年会性质的工作会议 原定的规模只有200 结果呢大家看来了这么多 七八百人 其中 和王国人来了 我们跟大家的 最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叫什么 这叫梦想成真 心想适合 在这里 我只在讲学会 向全体与会同志 全体外宾 和关心就是我们学会工作的 客户们的领导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想就 本次会议所涉及的问题 多重点 时间不长 一个 运行情绪 增强发展年轻气功事业的信息 1995年 有少数人发动的 对人体科学和气功的 具有相当规模的 疑伸的提判和攻击 已成过去 但是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计算准备 像这样的提判 与反提判的斗争 才能发生 我们要准备 手机绝的斗争 发生在相近气功 与反对气功双方的争论 将是势迹的争论 那么我们气功双方的变迹的形式如何呢 有的人认为是第一童 第一童 中国气功科技研究会 新任领事长黄金科老 则认为是出于黄金时代 消极影响 但是从时代的大背景上来看 从有利条件 不利条件 全面来分析 中国气功 还是拥有着 良好的发展机遇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营救气功的真美 外气的游辱 实验的规范和不规范等学术问题来讲 那么我认为 这是 在新任大会上 你身体的政策 搞好整顿改革发展 是学会组织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们延新新工科学学会 各级分会 成立时间不长 始终坚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 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奖 这是我 是认真贯彻中国气候会议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今天王花理事长和延新老师 讲话的重要精神 从本地实际需要出发 重点的创造性的抓好几件事 例如 在班子整顿 队伍整顿上 下一些工夫 所以我们要一手刷整顿 一手刷改革 而发展才是硬到底 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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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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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半年之中 造出了我们七八号的心理 看谁做得最好 当年未来 祖国和世界 十五年的发展性 严谨老师 一贯倡导的重得为本子思想 已经十六年纪 在西部业享有 同高的生命 我们广大人系继续爱好者 严谨老师与海部 也做身体运行 为时的为本 这一点上是超级的 是值得我们超 最后 我祝全体同志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祝远方的同志们 朋友们 旅途平安 一路平安 所以介绍 编译以后联续工作 我们考虑这个事件关系 另外有人不见得一下就认识 我们将根据情况用问子 向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发言 有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 有隔地 还有国务上精彩 招呼人类 我刚才发出一下刺激话 我刚才发出刺激话 发扬国粹 招呼人类 努力探索 弃功万事 各位代表 各位来宾 所有人不可能万事的 但是做其中 它是一门科学 它会永远成长 它可以万事的 现在我写 祝大家一路平安 万事如意 请订阅 可以把他们倒下来 回去才能够